大家好 欢迎收看100个句子记载7000个雅思单词 今天是第90节课 我是王帆 叫我范儿姐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这节课 分分成哪几个方向 依次介绍跟句子相关的单词吧 好 会分为这四个方向 依次展示跟这个句子相关的一些表达 首先 还是照例我们会从剑桥真题当中 选择一个比较经典的句子 为大家做一些剖析 包括句子的一些主干信息和语法结构等 好 接下来我们会从这个句子当中 提炼出一些核心的表达 跟雅思考试细细相关的一些表达 为大家做一些相关的介绍 包括这个单词的记忆方式 词语搭配等等等等 好 第三个我们会 结合这个句子引申出来一个主题 并且进一步给大家补充一些 相关的雅思词汇 最后 结合我们今天所学会总结一些 这个今天提到的词汇当中的共通点 译错点 以及做一些词汇当中的补充信息 好 大概就是这个四个方向 四个步骤 那我们就先开始吧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句子是什么 好 今天这个句子来自于 第九本建小雅思真题集当中的一句话 我先读一下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句话的含义 跟语言相关的 跟语法结构相关的 Any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的主干信息先 主干信息就是前面的第一句话的前半部分 好 我来用笔稍微做一些点单的标记 更清晰一些 This approach is summarized in a statement 这种方法被总结于一个陈述当中 完了 那这种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 OK 好 这里 that引导了一个同位与从句 修饰了前面的statement 具体是什么东西 后面介绍了一下 因为大家翻译一下 大家就可以更清楚了 好 接下来这个破绝号后面的一些内容 是解释了前面这个prescribe 什么是prescribe 以后我们再说一说 就是去记录一些语言多样性的事实 and并列结构 而不去尝试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什么样的事情 于是并列结构 好 大家分析了一下之后 来 我把整个句子翻译成中文 大家可以慢慢再进一步体会一下 这个句子的感觉 就是这个方式 被总决一下们的这个陈述当中 这个陈述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语法学家的一个任务呢 是去描述一些事情 而不是去做一些规定 接下来破绝号的部分解释了这个规定 这个所谓的规定就是 去记录语言多样性的一个事实 而且就是也不是什么呢 尝试去完成一些 有关评估语言多样性 或者终止语言变化的 这样的一些不可能的任务 这里实际上是在介绍 语法学家们呢 他们更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而不是去做一些规定 是去描述 好的 你不知道理解了多少 but anyway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一些表达 跟雅思考试更息息相关的一些核心词 有这么四个表达 分别是summarize describe diversity and impossible 这四个表达 在雅思考试当中层出不求 我们来分别听一下 每一个表达都是什么意思 应该从哪些角度去展开记录 并且可以记录一些周边词汇 首先第一个 summarize 表示总结概述的意思 是一个动词形式 首先我们在记的时候 可以把它理解成 summary是一个名词 表示摘要总结的意思 ise是一个动词的后缀 那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表达的话 就可以表明 summarize 总结的意思 肯定是一个动词咯 相似的表达 可以是generalize generalize 可以表示总结归纳的意思 sum up 这个表达通常在雅思写作当中出现 最后一段话通常是一个总结的一个感觉 in conclusion to sum up 但如果在雅思考语考试当中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直接说to sum up 考官可能听起来会觉得 有点奇怪 anyway 这个我们说为了总结一些信息 除了sum up 你也可以说常 to summarize 也可以 好 第二个单词 describe describe 表示描述 描写的意思 这个单词在雅思考语part 2 经常出现 会让大家去描述一个话题 那雅思考官们也会 让大家去看一个话题卡片 那个话题卡片 通常上面写的第一个单词是describe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可以从这么两个方向来进行记住 第一个 di表示加强的意思 srib表示写 它有写的一个含义 加强写的一个东西是一个 让你写出来的东西变得更好的一个方式 那肯定通过一些描述的方式了 对吧 同意的表达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是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body or something 可以tell something or tell somebody about 这里也是一个描述的概念 或者你直接说 I think I can paint a picture of something paint a picture 不是真的去画画 而是去描述 你记住了吗 好 第三个单词 diversity diversity 又是一个ity结尾 所以是一个名词表示多样性 千变万化的意思 这里d表示分开 verse表示转 转转转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 多才多艺德 叫做 也有这样的一个词坠 叫做versatile versatile OK 它这里也有转的意思 然后分开转转转 然后就可以不同的领域 我们都可以转一圈 然后这里表示多样的 i to yu是一个名词的一个后缀 同根的表达 可以diverse 它是一个形容词 同意可以是variety variety 这是一个名词表示多样性 表示不同类型的多样性 比如说文化多样性 英文可以说成cultural diversity 如果是生物多样性 叫做biological diversity OK 或者你直接就说成diversity of something 也可以 好的 这是关于第三个单词的介绍 最后 impossible 表示不可能的 是个形容词 其实在我看来 impossible really is I am possible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不可能的 nothing is impossible 之前在拜读我们前新东方的一个老师 古典老师写的一篇 写的一篇文章里面 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含义 真的觉得特别的刺激 就是原来这个单词真的可以理解成是 I am possible 这个联想记太棒了 就是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and then nothing is impossible I am possible 好 同根的表达 加一个ly 是一个副词 impossibly OK 加一个ity 是一个名词的 就变成impossibility impossibility OK 好 常见搭配 比如说 有件事情可能是不可能的 maybe find something impossible OK 像刚才有些语法学家去做的一些事情 就不一定是规定 因为规定有的时候是一些 会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一些任务 我们不可能阻止语言的变化 所以这是时代的发展 对吗 然后另外 impossible task 或impossible job 看似有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或者是工作 但其实你只要足够的努力去付出 其实也是会完成的 或者直接说 it is impossible to do something 我不太可能 就是去 不太可能去做到一些事情 OK 想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样子 去实际操作一下 就不染了 比如说背单词 有同学说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memorize tons of words 不太可能去记录这么多的单词 但其实 真的听下来 你看你已经建设到了第90节课 还有10节课就全部结束了 其实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not a big deal yeah that's a possible thing OK 好的 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个主题当中 需要强调说明的东西 因为在刚才那句话里面 一直在强调啊 说明一些各个方向 语法学家的一些事 所以主题自然而然的 就是强调说明咯 那我们看一下跟强调说明的一些表达吧 这些表达在雅思口语 写作 阅读 听力当中都曾够出现过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highlight 强调 或者名词可以当作最精彩的部分 high表示高 light表示高 光 高光时刻 那一定是非常亮眼的一个情景 所以是着重需要强调一下 也是最精彩的部分 好 常见搭配 highlight of something or highlight from something as well 好 下面emphasize 表示强调 着重的意思 是一个动词 em 表示使 phas 是有显现的含义 ide 是一个动词形式 emphasize 是一个动词 好 接下来 stress 也表示强调的意思 highlight 我们刚说完 表示 没错 是强调的意思 如果想要去强调 某件事情的重要性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后面你可以加 of something maybe emphasize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keywords from this class 还是挺重要的 or emphasize that doing something is really important or emphasize how important of doing something 都是可以的 总而言之 emphasize 表示强调的意思 还有说明 说明英文 可以叫illustrate illustrate 表示用图表 说明 举例 说明等等 通常在雅思写作当中 可能会让同学们 去描述一些 一些图表信息 那为了更好地 说明一些信息 你可能会弄到 这样类型的一个词 叫illustrate 同根的一个表达 名词词性的叫 illustration illustration 如果说强调 说明一个观点 英文可以说成 illustrate a point 说明一个观点 或者后面可以 加一个从句 illustrate that or how something happens 好 同样再强调 可以是underline 在什么什么 下面画线 你看 我在画线的这个动作 实际上就是一种 强调说明嘛 对吧 这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比如说 强调某件事情的 一些需求 underline the need for something or underline your determination to do something 下滑你的决心 去做某事 就说明你特别特别 有决心 做这件事情 一定要坚定 自己的决心 做好每一件事 not only memorizing vocabulary 并不仅仅局限于 在背单词这一块 好的 基本上相关的核心单词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最后 在就我们之前 提到过的一些表达 咱们再来 很好的回顾和总结 复习 归纳一下 首先跟同意的表达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同意表达 哪些同意表达呢 你还记得的 好 来看一下 emphasize 与强调 这些单词 你看一下 其实都是跟 强调有关的 所以我要用红笔 稍微再强调一下 OK 强调一下 好 这里emphasize 是动词形式 stress 动词 highlight 高光时刻 underline 同样表示强调的意思 OK 好 接下来再强调一下 阴阴解释的部分 刚才我们强调了半篇 跟强调相关的一些表达 接下来再解释一下 是因为 我们可以从英文的示意当中 去记录这样的一些表达 会显得你的表达会更贴切 或更准确 在描述不同情境的时候 那首先第一个 emphasize that means to say strongly that means to say strongly or to show something clearly that something's important there's dress to emphasize something when you are talking or talking about a subject and this one is talking about a subject and highlight is to show something that is important so that people will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t highlight 你在说完之后 通常会暗含着 人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关注 underline to help to show clearly that a fact is true 帮助去展示 更清楚的一个事实 是正确的 尤其是一个 fact that is already known 尤其是一些 我们可能已经知道的事实 性的一些东西 OK 你需要underline一下 OK 好 这是这些同意词之间的一些 因因解释 如果你想要去更准确的表达出 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那需要知道一些 因因解释的之间的一些细微差别 其实它们都差不多 就是细微差别 细节有时候决定成败哦 好了 最后大家考核大家的拼写 它对于这两个词呢 我们刚才其实一个给了 size的结尾 一个给了sise的结尾 就是但是 这两个结尾的方式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为什么会有两种评写方式呢 对的 其实是有英式和美式两种差别 那通常在美式当中 一个动词可以是ze ze结尾 这两个是美式的 我用us来表示了 而如果是英式表达 通常是se 英式表达 OK 那在雅思考试当中 咱们是写美式表达好呢 还是英式表达呢 首先 口试当中真的无所谓 考官通常不会问你 请你把这个词给我拼写一下 这样类型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在比试当中呢 这个就应认而异了 其实也没有过分的一个要求 但最好 最好 还是把这个拼写 我们统一 要么是英式 要么是美式的 如果一会儿英 一会儿美的话 像发音一样 可能考官会觉得 你立场不是那么的坚定 好 但是不论英式和美式的 只要你自己知道一些 相关的一些拼写 拼写 你有意识的去记录 这样的一些拼写的差别 然后直接记录自己 适合的一个拼写方式就可以了 不用刻意去追求 说我一定是要英式 一定是要美式的拼写 OK 好的 以上就是这次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可再见吧 Bye Bye 拜拜